大家小时候是不是都玩过陀螺 就是这种 用手轻轻一转就能转很久 不过最近我发现网上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风动陀螺 它不需要用手 只要有风就能转 而且还能到着旋转 据说如果风力够强的话 它可以达到每秒10万转 但我感觉这就有点质牛了 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所以我也买了一次 今天就来看看到底是不是真的 转起来到底能转多久 先拿出来看看 它有这种有线型的设计 颜色还挺漂亮的 男子见面 轻轻用手一转就能转里面 但它不是这么玩的 我来吹一下 它怎么不转呢 我转了一下 我发现了 你要从它顶部来吹 感觉转的时间不是很长 再来试一下 又转出画面了 不过这部转的时间还蛮久的 它转的时候一轻的转还可以 太用力的话就被歪了 这个力度把我很关键 我发现它不仅好玩 还有解压的效果 因为想要转的话 只要一直对着它吹起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 它倒车是怎么转的 这一把放在这个空气计划器上 很快就转起来了 只要有风 就这样放着 可以一直不停的转 其实这个陀螺底部是个原体 它那个盒子底部 它里面是个磁铁 所以它们两个一接触 就会吸住 这样就倒过来了 刚才的风力就太小了 我们用吹风机来试一下 感觉这个吹风机吹起来 老是到处乱跑 我们把它放在这个上面试一下 哇这个好稳 吹风机也可以 只要掌握好角度 那我现在把这个吹风机 再封两条最大 来吹它 看它能赚多久 先把它吹稳定 哎呀一松手还会跑 关键吹风机再打开计时器 我的吹风机风展开到最大 它的转18秒 让大家知道它为什么 风力吹一定的转起来吗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哟 拜拜